本赛季的中国女排超级联赛第一阶段全部结束 最终各个单项的技术排名也随之揭晓 得分环节无论总得分还是局军得分 来自四川的国产经营六一文显示了极强的攻击力 尼亚土耳其籍的重炮手瓦尔加斯占据榜首之位 在篮网环节则是北京外援武器科娃排名第一 这位曾经效力于一甲豪门科内利亚诺的保加利亚复工 还是给国内年轻的复工手上了一堂篮网课 也是北京女排重返八强的往上长城 第一阶段是一次大循环的比赛 各队新赛季的主意交手 也是各支强队为接下来的八强复赛和淘汰赛的一次摸底 未免冠军天津女排以不败战绩好取十三连胜 毫无悬念占据了第一阶段积分榜榜首之位 进入八强之后的队伍分组位 天津 江苏 福建 辽宁同组 深圳 上海 北京和山东一组 后一组被看作死亡之组 四个队的实力接近 都会力争小组投名 相信任何一队都不愿意落到小组第四 在淘汰赛第一场就遇到实力强大的 未免冠军天津女排 第一阶段得分榜前三位的是 缪伊文275分 众汇244分 瓦尔加斯239分 局军得分三甲分别是 缪伊文7.05分 瓦尔加斯6.13分 005.74分 今年首次入选女排国家队的 四川女排变攻缪伊文在联赛中 展现了惊人的得分能力 经常在比赛中独挑大梁 打起一点攻的缪伊文 无论总得分还是局军 斗里亚重炮瓦尔加斯 这也符合两个队的实情 毕竟四川女排除了缪伊文 关键分屋第二人站出来下球 天津女排瓦尔加斯擅长关键球 但是还有李莹莹 王媛媛 袁星月等国手 分担瓦尔加斯的得分压力 可惜今年缪伊文进入国家队 并未展现出联赛中的惊人战斗力 希望明年可以继续进入国家队 局军篮网三甲球员 则是武器科娃1.26分 张士奇1.06分 高益1.02分 篮网是防守的第一道屏障 当今排弹不止复攻 而且各个位置的篮网都在加强 2020-2021赛季 效力于科内利亚诺的武器科娃 还是展现出了经过豪门力练的火热手感 他本赛季代表北京女排 有力补充了该队复攻线的人才匮乏 成为了北京女排冲击四强的有力法宝 发球环节的得分前三 分别是瓦尔加斯 尼孟杰24分 布利西奥22分 局军发球得分三甲 则是瓦尔加斯0.62分 尼孟杰0.53分 布利西奥 王一凡0.47分 瓦尔加斯和上赛季一样 世大力臣的大力跳发 仍是各队揭发的梦魇 目前国内球员也在逐步加强和改进跳发的威力 只是和瓦尔加斯 布利西奥这样 常年效率于欧洲豪门的重炮手相比 还是差距不小